上一讲我们讲了苦地 就是通俗的那些生老病死 愿赠慧爱离别求不得 我们已经详细剖析了苦地 佛教如此展开讲苦地 它的核心目的是什么呢 它的目的是给你讲明人生是苦 讲明人生是苦之后 它就指出了你脱离这个苦的必要性 它是为了阐明必要性 所以它给你剖析整个苦 下面我们讲这一章就是极地 极地什么叫极呢 就是总和的意思 极地就是说明所有这些苦的总和和人生的原因 我们要特别重视这个极地 因为极地提出的理论 是早期原始佛教的所有理论基础 当然还是我上一章说的 如果对医学不是很有兴趣的 可以跨过这一章 不要听了 因为这一章也是比较复杂 极地整个的理论体系非常的丰富 大体上来说分三块 第一块叫五音聚合说 第二块叫十二音源说 第三块叫夜报轮回说 讲清楚整个极地 我们可能需要两章 因为它太复杂了 我们先谈五音聚合说 五音聚合 这个音就是我们新经理常常提的那个 照进五蕴皆空 这个运和音仅仅是翻译的时候用字不同 这个五蕴就是指五音 佛教把人称之为五音 这五音是什么呢 是色受想行识 这五音的组合 所谓就是我们刚才谈到了 它是运的一个音译 这个运的译实际想指的是什么呢 想指的是覆盖 积聚的意思 实际就是想指类别 就是五种类别 五种覆盖的类别的聚合 佛教认为 佛教管人叫友情 或者叫众生 实际上友情这个词 包含的范围更广 可能包括人在内的一切 有情实的生物 就是说众生友情 都是由五音组成 这五音就是色受想行识 五种五类现象的总和 我们拆分开给大家讲一下 五音 五音的第一音是色 这个色和受想行识 是两类东西 就是五音是分成两类的 第一类是色 这个色是指什么呢 就是具有滞胀性作用的东西 统称为色 这个词很难理解 如果我们 简单的理解来说 就是具有物质概念的东西 就是色 比如 由四大组成的 就是我们说 佛教说地水火风 是四大 由四大组成的 感觉器官 眼耳鼻舌肾 和感觉对象 就是色声相微畜 这都是属于色 就是物质的 就是色 受 受是指什么呢 是具体 主体 通过课题给予的感受 这个感受呢 具有伦理学上的意思 就是伦理学上的感受 它不是指具体的疼养啊 这些东西 它是一种伦理学上的感受 这种感受就是指 苦受 乐受 不苦不乐受 就是说受是分三类的 苦乐 不苦不乐 想 这跟我们现在用的想这个词 意思是不一样的 它所谓的想 是指摄取的意思 就是我们观察到一个事物 摄取到它的表象 形成语言的概念 的这种精神活动 就我们看见一杯水 然后就会想到它是水 然后说出水 这种体现 就是通过摄取 并且形成语言概念的 这种精神活动 它称之为想 就是如果用现代话讲 就是思维 而行 这个行 并不特指说你去行动 就是说翻译的时候 确实存在一种意义表达的问题 在古代婆罗门 有一个学的分支 叫音韵学 就是它说 这个语言并不能完全表达出 你想表达的意思 尤其是在跨语言中 比如说我们说想 英语说think 那么这个think和想 想覆盖和表达的意思 完全一样吗 其实不一样 所以这个行翻译过来 印度佛教里 给它的定义叫造作 其实它不是指 不是指我们汉语里的行动 而是它是指思想中去决定 人要干事的一些因素 比如说你的目标 你的意志 你的决断 就是它是指决定你去做这个事情 决定的一刹那的这种行 而时 它的定义 跟我们的意思还是比较接近的 就是指 认识活动 这发生赖以 依赖发生的精神主体 就是说你所有认识活动 它发生的主体 比如说 眼识 就是眼睛看到的东西 耳识 耳朵听到的东西 我们刚才提到 五音是分成两部分的 其中色是一部分 受想形实是一部分 可以说色是物质的部分 而受想形实是精神的部分 所以五音 第一音叫色 而后四音 叫做非色四音 汉语里在翻译的时候 又给它定义了一个叫明 就是名字的明 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 就是精神 就是精神的一种 一种精神活动 所以五音 在古典佛经里 又叫明色 明色加起来 就是物质与精神加起来 就可以泛指一切精神活动 和物质现象 我们谈完五音的理论 就是对人 五音的理论是干什么呢 是佛教想把人 做进一步微观的观察和分析 把人的行为通过眼耳鼻舌身 感受的色声相微处 做微观的分析 就是把人像零件一样的拆开 而这一类的分析 目标是什么呢 目标是为了引出 它的因果报应的宗教观 而且要引出一个 人无我的哲学结论 关于因果报应的宗教观 我们在十二因缘以后再讲 我们谈如何从五音 可以直接推导出 人无我这个概念 什么叫人无我呢 佛教认为 只有单独的 永恒不变的实体 存在自性 自性就意味着有 而变化的就意味着空 就是大家经常从汉语里去理解 有和空的概念 实际上 佛教里的有和佛教里的空 并不是我们汉语里常讲的有和空 佛教里管 不变的 单一的 不可分的 有自性的 叫有 而变化的 由因缘而起的 可分割的 叫做空 空并不是没有 而是因为它起变化 它起了变化之后 就无自性 或者说 无唯一性 无唯一概念性 就叫空 因为人 眼耳鼻舌身意 感受的色相称为处法不同 它不像铁 这是铁 好 它有自性 所以它是永恒实体 它是有 但人 人与人不同 佛教认为 不同的东西 就叫空 所以 人无我的意思 是 人没有一个标准体 没有一个根本 就是说 这是人的标准 就是 虽然我们都是人 但是我们都是变化的人 因为是变化 就意味着空 所以 佛教里 通过 五音聚合 因为每个人的五音都不同 所以聚合则不同 所以 没有共同的自性 这就推导出来一个人无我的概念 其实这里头 它有一个哲学思辨上的谬误 就是 虽然 没有 叫没有共性 就是有一部分共性 但有一部分变异性 它就通过变异的部分 否认了共性 进而否认了人真实的存在 其实 这种逻辑推导 是有问题的 因为 人无我 就是 没有一个标准我 所以 那就没有永恒的灵魂 那也就没有绝对 自由的意志 所以 佛教 从根本上来说 是一个无神教 它是否认灵魂的 人无我的核心 是否认灵魂 否认灵魂的目的是否认神造 就是说 它的理论推导的结果 是有进步意义的 但是它的推导方式 里头是有逻辑谬误的 是否认灵魂的 是不认灵魂的 是否认灵魂的